要轉心 因為這個部分是轉心 正行的部分是轉心 所以自責轉心是正行 但是你沒有辦法轉心就要刻鑄 做的部分就幫助我們理見到什麼 讓我們的心脈亂不動 去刺一下 僵有時候會讓我們的理解 境界越有 僵比較適合這部分 僵比較適合這部分 但是有時候你僵打過之後 你沒辦法知道在裡面的意思 就是最後才出問題 你這邊做得不夠 所以境界如果派入 第一間派入 就是這裡做得不夠 做得不夠 做得不夠 做得不夠這不知道有辦法 這不知道有辦法入味 然後你就開始有好的抉擇會 這個思索成為就是在破我們的無名 慢慢你就要選到 什麼的不好 什麼的是鬼 不然我們剛開始收的時候 你去心動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 你自己那是不好 為什麼沒辦法自己知道 自己那是自己的 那個 那個藥上是不好 就因為你沒辦法撞掉 你的劍沒辦法撞掉 你沒辦法離證 你沒辦法離證 那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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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要心經大佩座 十小座 軟炎座 這都有一個助力 再來 文生修 這是通行 但是 根基不一樣 還有根基不一樣的別形 所以三聖是別形 好 剛才我就說要塞什麼車 三聖就有三種的車 一種是洋車 路車 還有牛車 最好的東西是什麼 大白牛車 但是這沒辦法勉強 因為根基本來就 都不一樣了 不過呢 文思修 這是通行 三聖都要透過 文思修 的智慧 這解到火 解到火 重點是 解是可以伏 火是可以斷 是滅蟲色旗 要透過火 然後 他說 聲音是由 滅蟲色旗 要透過火來斷 動到中心 解是先壓下來 壓下來不要讓你 現實 不要讓你做生意 所以解壓下來不要讓你做生意 叫做福 那舊葉的種子呢 就靠會 斷掉 所以福 新葉斷 斷 斷舊葉 好 好 再來 好 再來 什麼是劍頭 那就是 耳根圓頭 門 再來 什麼路 這是路 叫門路 叫門路 要找什麼路 不可以向外 要向內的路 所以 耳根圓頭 文師修路三毛利 方文 文字心 好 好 一開始建成 就是 理解 這叫做劍頭 再來 慢慢地專心 叫做 收頭 以後 人口部的劇部就結束 叫做什麼 劍頭 永不再 永不再有 生死葉 這是正道 好 也就是 我們這個叫做 菩提道 理上 理上是頓 事上是 建築 菩提道 也就是叫做 宗觀 一切行 好 再來 最好的做得方求 就是做 就是人間 在人間好好的 收這個 我就透過劍 離七去的月報 透過火 轉 心魔 所以 一個也是對劍 一個也是對 心 在那些什麼 在那些 在那些道裡 收 人間的道 那 這種的人生 因為聚足中道 又有三十七菩提分 助道